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的节目 我们今天继续讲殷子丹 因为他最近犹豫不经人世不休 当然,之前他接受英国GQ杂志访问的时候 批评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是暴徒 并且说反送中运动是暴乱 而不是抗议,事件引起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反感 很多香港人都纷纷加入联储 全世界了解Donnie Yen为人的人都知道 我也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汤伟雄先生,布汤 也是在change.org发起联储 要求奥斯卡主办影艺学院 取消邀请恩志达 做奥斯卡的颁奖电影嘉宾 cancel inviting an actor Donnie Yen as a presenter for the Oscars 当时联储有超过10万人 响应联储已成事实 可惜影艺学院这个奥斯卡班长的单位 并未有应联储的要求 恩志丹预期上台做嘉宾 介绍了由Saul Nux Stephanie Hsu 和David Byrne 所演唱的奇异旅合救地球 香港叫做妈的多重宇宙的主题曲 This is alive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首歌 这就是他做颁奖典礼的事 这件事当然令我们失望 但也在某程度上预期当中 原先以为恩志丹不会再说这件事 现在又发炮了 他发炮的地方就是 喂 你们这样说 难道 他说接受美国娱乐集团的访问 对于10万人联储的一件事 去boycott他 cancel他 他觉得 他这样说 我可以热爱自己的文化 可以爱我自己的国家 为什么我不能爱国 第一讲就是文化 国家爱国 接着批评 联储就是网络欺凌 是bullying 网络的bullying 是欺凌 是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 这些作足左派用的字眼一样 让我讲一下这些字眼的意思是什么 尤其是取消文化 就是网络联储 网络就是网络的欺凌 网络联储就是欺凌 就是网络联储 要讨厌一些东西 就是叫bullying 就是取消文化 就是取消文化 必须制止 哇 这么不得了 如果你这样 说法在以前 雨伞运动之前 很多人说 一月争取普选 叫真普选 要反对你们霸占到路 那时候大堆的人 那些蓝丝 红红狗 在这里邀请大家签名 联储 那是不是网络欺凌呢 实体欺凌呢 签名欺凌呢 接着有取消文化 他说这个取消文化叫cancel cancel inviting an actor Donnie Yen as a presenter for the Oscar cancel cancel culture 必须制止 他说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想法 要别人收口 根本就很虚偽 他说虚偽 那这样的说法就是 你有你爱的青菜萝卜 我有我爱的青菜萝卜汤 你喜欢青菜萝卜 没问题 我喜欢青红萝卜汤 也没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喜欢喝汤 我喜欢喝人头汤 你关你什么事 那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相对主义 是非是恶 各自有自己的判准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衡量 别人的是非是恶标准 你管好你自己的世界 他管好他的世界 这个就是世界的多重宇宙 你的律法 你的道德 你的标准 不能够去管理另一个人的道德 另一个律法 另一个标准 各自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恩子丹喜欢文化 中华文化 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不能够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说呢 你再挑战他 就是网络的欺利 就是取消文化 就是要别人收口 就很虚伪 恩子丹还很得气地说 我只是非常幸运 每当我觉得自己生活低迷的时候 就会有好事发生 恩 我是很幸运的 I'm lucky 我以为我坏 你要去屈欲我 谁人逼我 屈欲我 坚决面对 不怯露 就有好事发生了 我们看看 明天有什么事发生 就是我们很乐观 一定行 我不怕你 我坏 但我们会反过来 还说这样的说 当然 恩子丹说的 何止这件事呢 他更加就是说 最近很得气 那里John Wick 4 上映之后 全世界都买得很好 然后在这一集 成为焦点的角色 当然有一个主角的 奇诺里维斯 Kino 应该是 删下来的风 就是夏威夷画 他有夏威夷的血统 奇诺里维斯 他也都 全剧呢 只是讲得 很短时间 他全剧的对白 好像只有380个字 最长一句是16个英文字 不是I go to school by bus 那些字 你自己了解 我是不抵制奇诺里维斯的 为什么不抵制奇诺里维斯呢 奇诺里维斯是一个 相当正义的人 他曾经为美国的西藏私家 举办过虚拟的慈善音乐会 朗诵了跨调的一代类型的诗歌 Pool My Daisy 由于西藏私家是一个 是应第十四世 达拉拉玛的希望 而设立的非盈利组织 NGO 这个行为 激怒了中国民族主义者 即使奇诺里维斯过去 和中国电影主观部门 有密切的合作 多年来 在中国有很高的人气 但他的电影 仍然被网民呼吁抵制 而当时 奇诺里维斯的电影 已经被爱奇艺 腾讯影视像 和Yoku 这些中国村流的媒体平台 全部落架的 全部下架的 当然他被打压 身为演员 当然他自己都希望 他的电影多些被人看到 他这一次和欣志丹的合作 是不是一种妥协呢 或者是某一种呢 他明知道 这个全国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新任委员 他只要和他合作 是不是觉得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但起码呢 打出了中国的一片天呢 他不知道 即我没有办法揣测他的动机 但我肯定就是 之前 他曾经仗义执言过 那我们就设计 奇诺里维斯 会不会变调了 当然 我不是 我先声明 我不是说 他已经投共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他每个人 有自己的计算 每个人自己的做法 我就说 你不要紧要的 你总要不作恶 有很多事情 并不是你 奇诺里维斯 找欣志丹 是和你演出的 很多是唱片公司幕后的 运筹为握 而你 奇诺里维斯 是没有决定权的 所以我不会怪他的 重点的地方就是 你是不是不作恶 这个是重点 你找我这样的人 和你演 那就演 但是 你和欣志丹 同框 这件事 都令人觉得 诈舌 但问题就是 我们不会这样批评 其诺里维斯 希望他能够坚持 他自己的信念 做事 我想无论 从 审美的眼光 从演戏的角度 的能力 和他的信念 尤其是 帮西藏的说话 尤其很类似 尤其是 Harrison Ford 长年累月 为淘博 为Tibet 为西藏 说了很多好好的说话 我都希望 其诺里维斯 能够坚持这个信念 走下去 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当难得 好了 讲完其诺里维斯 讲回恩志德 恩志德 恩志德很自得意满 他自得意满到 如何的情况呢 他近日就是说 接受访谈大谈 这次参演的历程 甚至提到有关导演 泰伦天奴和杰克斯尼德的故事 他先分享说 今次和其诺里维斯 合作过程很有趣 由筹备 排练到拍摄 都和友善的人员 非常认真的 的态度之下 去做事 尤其是飾演主角 John Wick的其诺里维斯 在拍摄的时候 也经常和他 分享很多武术技艺的心得 你的心得就是这样 MMA 你的心得 没有武术 那就是心得 大赞对方 就是一个武术的爱好者 这些东西就是捧别人 究竟其诺里维斯 红些 还是你的多尼英雄 我想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不需要问我 你在这攀龙富凤 还说你可以分享你的武术心得 证明你这么多饭 我越来越强过你 就是没有这些 所以 这些MMA 我要分享给你 这些心得 你不懂 我教你分享 跟着捧你为师 捧杰罗里维斯 你是一个 武术爱好者 而且 假如团队在美来 打算为他的角色 开拍独立作品 也乐意再次参与 即是说 喂 有功 找我 今天恩智丹也提到 过去一直在荷里活打滚 其实 绝对不是义事 当然 有共产党给你出手 难事都变义事 没有共产党撑你腰 你收皮 他过往就在幽灵刺客宜 尝试提供意见 令他的动作更加前传神 但是因此 和导演引起争执 因为你的意见 是垃圾 Lap set 他更加透露 为DC执镜的导演 Zack Snyder 早前在水行合的时候 曾经邀请 亲自邀请 他合作 多威 他邀请我合作 并在戏中 客串其中一个 可惜 事与愿违 最终无法成事 为什么呢 人家不要你 不过呢 欣自丹分享自己最难容忍的 就是 从前有个荷里活当中 导演塔伦天奴 将他心中的偶像 一代武打巨星 李小龙 刻画成如此形象 令他满吞这种羞辱 然后说 人家和我合作 水人合作 不要紧 这个都不是我忍不到的 我忍不到的 就是你侮辱 Bruce Lee 你侮辱李小龙 这个就是单可忍 龙不可忍 他说 塔伦天奴是一位 非常有地位的导演 但我也有我的观点 很明显地 他在取笑Bruce 这个实在太卡通化了 就是觉得太搞笑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 第一 是不是人家可以 讲到尾了 你讲这些说话 你就是一面之词 人家是不是取笑Bruce 那这个要 给人家讲话的机会 人家连讲话的机会 都没有 第二 你说 Bruce 是很崇高 不值得取笑 那这个你自己 就将他偶像化 这个才是你的卡通化 李小龙是公众人物 他有他聪明的地方 但也可以值得批评的地方 那为什么说李小龙 不可以值得批评呢 在人家的眼中 觉得这个当时的人 这样打武功 他武功很厉害 很厉害 没有人会怀疑 李小龙和武功厉害 但他做戏方面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呢 你将他完全扭曲成为 取笑Bruce 那这个完全是 另一件事 没有人会说 李小龙不懂武功 但个个人都说你恩子丹 不懂武功 成龙的武功都要炸斗 成龙的武功都要炸斗 成龙的地方就像猴子 跳来跳去而已 是不是 他肯薄 肯捱 肯冒险 喂 你恩子丹 什么都没有 在一个镜头 帮你揍 你只懂得静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们打武功 不只是打到对方很简单 要有美感 这个美感在哪里 你的阴柔在哪个地方 全部都啪啪啪啪 你又美其名说 硬桥硬马真功夫 其实是完全没有 刚柔并制 李小龙 泳春太极色 是不是 就算讲 Jacky Chan 成龙 都会打罪拳 都会玩一下跳灯 跳吊灯 喂 你自己呢 你自己就什么都这样 MMA你都不懂 你说你自己 学才打的嘛 泳春你懂一条毛 跟着那些泳春的真正的传人 都觉得你根本是胡说 在那侮辱泳春 自以为成 你这个自大的人 你说cancel culture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问题 喂 你说人家塔伦天奴取笑 Bruce D. 你是在讲 在侮辱 在塔伦天奴 你是不是cancel culture 你批评别人 就不是cancel culture 别人批评你 就是cancel culture 这是什么道理呢 共产党 共产党这么久以来 批评这个 这个 不可以有西方式的法治 不可以有西方式的牵证 不可以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 那些抵制 就不是cancel culture 好了 你共产党呢 去抵制别人去制裁你 去骂别人制裁你 就不是cancel culture 别人制裁你就是cancel culture 挺有趣的 就是什么cancel culture 就是说 历史当时 对等反制的 记不记得 你侵侵 征我税 征我 那么多关税 我对等反制 你征收那么多关税 那些对等反制 是不是cancel culture 这些智慧 这些智慧 那就很奇怪 是不是 就是互相有cancel culture 就等于有智慧 按照你的逻辑是这样的 那我们回到他的名词来看 这个是不是网络的欺凌 这个是不是取消文化了 每个人 我都会知道一件事 我很恨这些左膠的名词 是一个泛滥的 这套名词呢 是 基本上是一班 就是怎么说呢 cancel culture 这些字眼 就是呢 当时有一班右派的人 他们认为 左派的人 去cancel 他们的东西 跟着有一班 左派的人呢 就认为呢 真正cancel的东西是右派 然后大家炒 和定义 什么叫取消文化 这个成为一个罗生门 我是很少用这些字眼的 为什么呢 譬如说 比如说 我说 这个 一加等于二 你就是一加等于三 然后我说 你是错的 然后你就说我 你是搞取消文化 你握杀你的自由观点 握杀你的言论自由 cancel了 一加等于二的其他所有可能性 你说这样 这样的辩驳法 是不是痛呢 例如说 共产党在新疆做种族灭绝 在香港做大镇压 扼杀人的香港人权自由 接着呢 你就说 这些是cancel culture 这些是批评共产党的东西 是批评别人 一种 基于他的文化 基于他的国家 基于他的国家的热情 对于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和发展利益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cancel别人的国家 威胁别人的国家安全 这个就是邓炳强的逻辑 777逻辑 也都是这个 这个是李家超的逻辑 你cancel中国 那中国就会说 你cancel我 那我们就说 你cancel新疆 cancel西藏 cancel香港 于是有人就会站出来 哎呀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各有各的论点 各有各的cancel 大家打祸吧 握握手 不要这么冲突 哎呀 开心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样祸起来呢 是不是 这个就是问题 你知道 左派最后 利用右派 cancel culture的地方 咬回头 就是说 我们反对cancel culture 所以呢 现在无论左派 右派都有共识 就是那个字眼一样 就是反对cancel culture 而反对cancel culture 那些左派 就举了很多论点出来的 去咬什么是cancel culture 越搞越劲 就越来越厉害 什么取消文化呢 根据这些 比如BBC中文网 2020年一篇文章 是这样定义的 是一种抵制行为 尤其在网上反映的抵制行为 社群媒体上 经常见一些名人 或者知名企业 因为说了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令人反感不接受的言对 或者行为 然后被各方舆论抵制 其由工作机会 商业代言 企业赞助 甚至网络影响率 全部取消 就是没有公开 有些人将这个 取消文化 形容为网络羞辱 或者网络暴力 但两者 又不一样 那网络羞辱 或者网络暴力 就是网络的欺凌 就是 是比较负面的 取消文化是指 被抵制的对象 发生了 或者被人挖出来 曾经做过引人反感 和不能接受的言行 取消的目的 是让他受到懲罰 所以 Donny Yan 可能他听到 共产党的一些偏盘 或者一些 美国左交 荷里活的一些名词 然后利用这些方法 来作为一种 反咬 譬如赴汤 发起这次这样的联储 香港人 即是十万个人 支持这个联储 的一种原因 OK 那这边 BBC的文章 继续说 什么言论会使用 认为有人被取消呢 过去的例子 包括事严性 羞业的性侵 或者其他事严犯罪的行为 或者有关 种族主义 反同性戀 有关的言行 也都被网络 去取消 例如 美国 荷里活的著名演员 Kevin Spacey 2017年被人爆料 事严性侵丑 不断有新的指控者 站出来指证 Kevin Spacey 至今都一直没有走出这个阴霾 中国演艺名人范冰冰 2018年被爆 阴阳合同吐衰 一直自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演艺圈去范冰冰 范冰冰化 所有演艺机会 代言的合约全部被取消 他说这件事是有问题的 BBC左交的 还有更加盛行 漸漸开始 取消文化牵涉到一些人 站出来批评一个现象 引发人家的恐惧心理 心怕一不小心就冻结 遭罪 上纲上线 遭到网友群起攻击 也有人批评 取消文化缩少了个人表达的言论自由 对于差异性多元化的容忍度也降低 很多人担心 如果不小心说错话 一生命运永远就会改变 最近 看到2020年的时候 哈利波特的作家 J.K.Rodin 这个情况 和Simon Rushti 等150名作家和学者 发表联名信 决定谴责取消文化危害言论自由 他们说社群媒体的确能提升社会正向改变 但不能因为取消文化失去公共辩论的空间 他说 公开羞辱 集体排斥 盲目的道德观 无助于社会公平正义和理性的辩论 他说做错一件事 并非十五百石 包括死左膠 奥巴马 指出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指出取消文化造成的正义魔人的危险性 奥巴马说 如果我在推特上揭露某些人的错误言行 可能如果我感觉良好 我可能会觉得自己道德制高点上 评断别人的所作所为 所以你批评我 你就拿到道德制高点 这个是以你的标准 你评判我 这些相对主义的说法 通常这些人都会用 他自己道德制高点评判别人 他做就行 别人做就不行 总之你不跟你讨论 这个事实 真假是非善恶对错 不说 总之你批评我就是取消文化 你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 譬如说 旷球都说 我杀人 我青红萝卜煲人头 打一次是他 如果你说是旷球做的 你就站在你的道德制高点 说我这样不对 天底下 谁说青红萝卜煲人头 是不对的 是你说不对 是法律说不对 是法律说不对 凡人逼我 屈我欲我 坚决面对不怯罗 你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矿球 所以我只要问谭家给律师费 他问谭家拿律师费 又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 你不要问他 他有他自己 他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制高点 你就不能站在你的道德制高点批评他 那世上是否有这样的东西呢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取消道德的了 就是说 你就是做弱欲强食 你又你的欲 我又我欲 我欲不可以管你的欲 法律不可以管我 道德不可以管我 我喜欢怎样怎样 I happy 我自主 我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道德可言 没有道德可言 最后会沦为这个地方 若欲强食丛林法侧 霍布斯的世界 全世界哪个拳头压 哪个有枪就哪个赢 因为没有道德 只有实力 只有如无饮血的实力 所以你说 奥巴马说的 取消文化错误 赋予人家评判他人的权力 让人们忘记做错一件事的人 并非识我不舌 这样的说法 这个就是BBC的说法 就是支持奥巴马的 当然BBC是什么的机构 大家知道 我就说真正的问题 根本不是在于cancel 我不是很喜欢用cancel culture 这个字的 无论你是右派的人 左派的人 我都跟你说 不要用这个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不去具体分析 你不去具体分析 你不去具体 默大眼睛 看清楚谁是谁非 然后你用取消价值判断 去做一件事 是很可怕的 OK 你觉得所有世界上都是相对的 没有善恶 没有是非标准的 那你真是出事的 譬如说 因子丹这个事件 因子丹这个事件 他支持的 赴役的全国政协委员 新任全国政协委员 为共产党唱赞歌 共产党比以前德国的纳粹党 苏联的共产党更可怕 杀的人更加多 对于现在的新疆西藏的种族灭绝 对于香港本身的打压 和对人权自由 法治公义 整个文化的摧毁 对于台湾的民工武学 对世界的极大威胁 对于南蒙蒙古的一种情况 对于国内的宗教的自由 对于每一个律师 他要维护他自己客户和自己的人权 每一个人为自己的声音古语呼都大打压 抓捕所有的人封禁三年 然后再抓捕一些 拘捕一些白纸运动 白法运动的人 那我问你了 那这个东西 他是德式 这个就是文化 原来恩子丹外的文化 就是这些文化 是吧 恩子丹外的文化是什么呢 中华文化 那背几首堂诗去看看 难道我藏前明月光 而是地上商 就是 哇好有些 背到文化 你懂得多少首诗呢 你懂得多少样东西呢 你这个儒家文化说了些什么呢 站出来说你爱文化 你爱些什么呢 他说不出来的嘛 吹的 是吧 是吧 文化吹了出来 好语话 也没有分析嘛 国家是哪个国家 他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嘛 他这个国家就是刚刚说的 做信坏事的国家嘛 打压香港国家嘛 他将民主运动 将我们香港人的反抗 视为暴力 而完全看不到 真正的暴力 就是黑警造成 好了 他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OK 这个价值判断是邪恶的 我们要指出它是邪恶 不是说我尊重它的价值判断 我不尊重 它是邪恶的 如果你要尊重 是否尊重 希特拉 纳粹的SS 去杀犹太人呢 尊重史太林 去毒杀那么多犹太人呢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如果将价值判断 是非善恶好坏的 也完全不屏灭 是非善恶 善恶和好坏是不同的 good and bad 和evil 和righteous 是两件事 是非善恶和好坏 你将它完全取消这个判断 真假你都不管 摆明是集中营 你说再教育营 那这怎么算呢 所以我觉得相当 离谱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一定要 贴近 和直击事实本身去看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些阻交名词 是用一些障眼法跟你玩的 因子丹 你有本事就讲清楚 不是说取消文化 我不跟你辩论取消文化 这些是障眼法 是关你的方式 因为他说你取消 你又说他取消 大家打和吧 没用的 你要跟他讨论的话 就是说 你今天支持的这个政权 这个国家 爱的这个国 这个文化 是租策 是垃圾 是垃圾 是暴力 是邪恶的 这些一点都不虚艺 是要真实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不是要你收口 那么简单 要你接受全世界的制裁 今天你收不收口 你有没有言论自由 当然你有你的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谓的言论自由 但是你说得出这些说话 你要承担到后面的后果 后果就是说 相低的价值判断 而不是在地的人 对你的价值判断 而这条道路 是不是善 是不是恶 是不是恶 是不是非 是超越若欠的 湯伟雄先生 他面对 恩子丹说 网络欺凌的说法 他就说 即是他发起联署的 湯伟雄就说 我觉得他理解错了 首先我们没有要 将他禁声 也都没有要求 他修回言论和道歉 我只是表达 不同意 将他将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 讲成是暴动事件 他有表达事件看法的自由 同样我也有反对他的自由 所以和平联署 是表达意见 而不是网络欺凌 这个说得很清楚 傅湯伟雄指出 即是湯伟雄指出 联署里面的诉求 是取消他作为班长嘉宾 因为他身为独裁政府的一员 又支持侵害人权 打压言论自由 所以认为他没有资格出席 民主自由的颁奖典礼 当然这个 奥斯卡是不是民主自由的颁奖典礼 我现在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甚至没有一个大交叉 而是这个观点 全世界有11万个联署人士支持 同时他也有五个支持者 白喜联署 支持他在奥斯卡作班长嘉宾 算他没有重复签署 都有2万个人支持 他有2万 我有11万 数字已经赢了 接着你给不完数字 就是人家取消你 那你那2万是否取消文化呢 不是 支持文化 这2万是取消人家取消的文化 那你这个取消取消文化 喂 这些这样的问题 没完没了的 所以你不要和大家去辩驳 什么是取消文化 只是评论一样东西 世界上是不是有些基本的东西 是有是非是恶标准 我不是说 所有东西都是黑白以分 有些灰色地带 甚至不是灰色地带 要看得很真 好刚才知道的真 只是黑与白 是有这样的地方 但是欣子丹这件事 是摆明是黑的了 你不可能去支持一个独裁政权 去做这些事 还成为他的一员 然后奥斯加还找他来颁奖 我都说我不看John Wick 4的 我只是看他的报道 让我不会点击 去增加他的流量 也都不想看这部电影 没有兴趣 也都希望大家和他不要再合作 其乐理维斯 你可以和其他人合作 OK 不要和这条目的合作 我是不开心的 即其乐理维斯 很英俊 OK 好 很有性格 他对他的女友也很尊重 他女友曾经撞撞撞死 很尊重 他也很对西藏的人权发声 也都是演技非常好的演员 我这件事没有意见 但不要和欣子丹这类这样的走狗合作 这个很基本 富汤就说 结果 最后奥斯坦委员莫士诉求 令他出席做嘉宾 结果不是我预期 难道我又说支持文化需要取消吗 那你可以取消取消文化 支持文化不需要取消呢 民主自由不是这样的 现在他支持的国家拘禁了多位异见人士 他自己身处的电影行业里面的电影 都没有得到创作上映和被观看的自由 这个才是最真正的真正的禁声 因为抵制其乐理维斯 中国都不让这套戏 在这个中国上映 那你怎么计呢 那中国是否取消文化呢 中国是否取消在维吾尔人 取消在西藏人 取消在香港人呢 那这些就是真正的取消文化 那你因此得 where are you against the CCP's acts and behavior 你在哪里呢 坚决抵制西方式民主的 那当时这些取消文化 你又没有批评过呢 我有权爱自己国家 我有权爱自己的中华文化 那你就中华文化 喜欢爆炸到它 就是了 懂一条毛 然后又吹 然后你中国人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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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不会欺负我 你继续吹吧 你越这样做 人家越看不起你 你空心的 不懂事的 在那扮识 找一些僵尸般的一些文字 和现在你的中国完全缺切的东西 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然后你觉得你复兴一些 有如僵尸般的古文字 中国就不会像这样的了 各位 你有本事就做了 但我说 你那些僵尸般的 四书五经老庄的东西 开不出民主自由之花 我说了很多次了 为什么 那些是心灵继托 然后呢 等级秩序 等级秩序 君君神神父父指指 你玩完了 所以重点不是 復兴中华文化 而是将他这些租魄剔除了之后 可能找回到一些自由 或者好的面目 但最重要 一定要架接在一个 全球我们了解到一些的 普世价值的基础上 才是未来 那么 父汤就说 希望他不要把自我感觉放大 当成被侵害言论自由 有时间关注一下 真正被禁声的人士 这个就是真正的呼吁 所以汤玮凤先生说得很对 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到 这件事是没有什么缘的 他现在想绝地翻身 他现在想 利用这件事 来继续去攻击那些人 接着呢 腰襲到那些左膠 支持 反对取消文化的人 反对网络欺凌的人 和中共 两个合逼 继续为他造势 接着希望 骗更多的人 这个这样的人 不做事 又不读书 打架又差 做气又差 面目目 不懂做气 不懂做气 大副黑超就懂做气了 没有表情 人格卑劣 道德敗坏 选择错误 依附邪恶政权 这些人造气 收档 做一步 霸体一步 下一次再说其他议题